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我们讲历史 历史无所不包 应该说 我们任何学科都有历史 万象封城 任何我们以往的事情 都可以成为历史 但是我们讲一般来讲 研究历史以前 我们传统的历史 是非常重视大的历史 我们就叫宏观叙述 比较注重于宏观的叙述 宏大叙事 那么关注历史的大脉络 大关节 大走向 这个是我们讲 这个是揪天人子迹 通古今子变的 这个比较 比较关注的重心 但是呢 近些年来 当然也是因为 作为国外的一些历史方法论 确实也很有提示 人文的关注重心 比较多的在社会层面上 关注一些以往不大 被重视的一些历史的细节 那么当然 这样也出了很多的成果 但是呢 也确实带来了一些问题 就是宏大叙事 好像是比较少了 但是 这个历史 有很多成果出现 但是也有问题 就是逐步地走向碎片化 这也是个问题 也是个问题 也就是说 也有就是说 走进历史的现场 这个是很重要 但是呢 往往也带来了 就是说 把历史 沦为一些非常 琐碎的一些细节 实际上 慢慢地就成为一种 茶余饭后的一种谈资 这个也这种倾向 其实也是要注意的 也是要注意的 那么我讲啊 这个 我今天来讲的是 讲的北伐革命 北伐革命 那么北伐革命来讲 实际上也就是 我试图 还是从宏观上来解读 上个世纪的这段历史 所以做 我们讲这个宏观考察 它实际是不可或缺的 是不可或缺的 也是一个历史的基本功能 那么这个 我们讲为什么那么要 为什么要来讲 北伐革命 大家知道这场革命 离我们今天 已经正好是过去了九十年 今年是九十周年 北伐革命九十周年的纪念 那么我们讲这个大的历史走向啊 大的历史大转折大关键 那么北伐革命来讲 在上个世纪 我们讲是革命世纪 那么北伐革命来讲 就是上个世纪历史进程的一个大关节 为什么这么说 为什么这么说 那么这个三场革命 我们知道上个世纪实际上 是整个的历史进程是有革命引导的 是革命引导的 那么这三场革命 我们知道啊 第一场辛亥革命 辛亥革命 第二场北伐革命 第三场共产革命 也正是这三场革命啊 实际上 就对中国近代社会的转型来讲 那么这三场革命来讲 是决定了我们转型的一个过程 我们讲这三场革命当中 国民革命 也就我们也讲北伐革命啊 它不是起点 也不是重点 也不是重点 但是 它是一个非常重要的 成前起后的一个关节点 那么为什么这么说 为什么这么说 因为我们就讲 这个辛亥革命是创立了中华民国 开创了一个新的政体 所谓宪政共和 宪政共和成立的是中华民国 那么这个北伐革命 结束了原来的这样的一个政体 那么创立了一个 不同于民国辛亥创立的共和政体的党国政体 那么这样的一个 实际上我们就讲啊 继位辛亥以来的民国 画了一个句号 又开启了国民政府 就是国民党当政的民国 它是一个起点又是 那么我们就讲 而且这个起点 这样的一种体制 实际上一直延续到进 一直延续到进 那么我们就讲 这场革命是在打倒军阀 去列强 在这样的一个革命口号下 而且它是由国共两党 也是上个世纪的 主要的革命势力推动的 是合作推动的 那么国共两党 应该说他们都是革命党 他们有着共同的目标 有着共同的目标 也就是打倒立强 除军阀 这个就是他们的共同目标 也正是这样的一个目标 把国共两党 这两股激进势力走到了一起 走到了一起 那么我们就讲啊 它对国共两党来讲 这个国共两党至今仍然是 我们讲是中国政治 这个整个政治大格局当中的两个 中国共产党的大人不用说了 那国民党台湾的 这个这个这个 也还是非常重要的一个政治力量 我们就是讲啊 在当时来讲 这两股 我们这一个世纪 将近一个世纪过来了 实际上 当时北伐时候奠定的 那样的一个 两股重要的政治势力 实际上现在还是 还是一个主导性的甚至是 所以我们就讲啊 这样的 这样的一个啊 但是我们知道啊 北伐革命 国民党原来啊 它实际上也是通过北伐革命 取得了政权 虽然这个政权后来被共产党取代了 但是它仍然还在台湾还存在 就是这样的一个事实 这样的一个事实 那么我就说 这个世纪包括实际上到现在 在中国的政治舞台上 还是相当重要的 甚至是主要角色的国共两党 啊 现在实际上啊 这场革命 对这两党来讲啊 都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 在这场革命之前 那么国民党当时啊 它是一个封闭式的精英式的政党 但是通过这场革命 它转变成了一个以大众为基础的 具有动员型的啊 这样的一个现代政党啊 国民党 而且取得了政权 这个政权 后来虽然啊 这个在大陆上市了他们的地位 但是现在在台湾啊 这股势力还存在啊 还存在 那么中共也是啊 也中共也是啊 那中共 原来几十个人的一个革命团体 但是在这场 由于国共合作的实现 也是在这场革命的过程当中 中共发展起来了 啊 中共也发展起来了 啊 那么我们就讲啊啊 啊 这个尽管后来啊 也是在这场革命当中 啊 这个这个这个 本来是走到一起 后来又分了手啊 但是 我们知道啊 中共也是在那个时候 在全国产生了影响 啊 那么这样的一个势力啊 后来还取得了政权啊 一直到我们现在 还是领导我们的 这个这个这个啊 核心力量啊 核心力量啊 所以我们就讲啊 啊 这个这个这个 尽管是跟国民党啊 这个是角色是翻转了 啊 攻守是意识了 啊 但是我们就讲啊 啊 当下我们的中国 其实还没有完全走出 北伐革命 为中国 已经 当时已经 奠定的一个政治格局 啊 还在这个大格局当中 啊 还在这个大格局当中 啊 所以我们就讲 尽管这个 北伐革命 只是短短的两年啊 啊 啊 这个 这个 这个影子 啊 它的影响啊 啊 可以说 一直徘徊在中国的政治生活当中 啊 所以有一个啊 历史学者啊 啊 比较也是很有名的一个历史学者 罗志田啊 啊 他这么评价的啊 啊 他说 其后啊 啊 其后当然就是北伐 北伐以后啊 啊 80多年的中国历史演进的格局 皆因北伐前后那几年短时段而产生啊 啊 非常重要啊 啊 而且呢 形成于那短时段中的一系列的思想理论 也就是说在北伐革命当中 他当时的一些啊 曾经啊 非常就是引领这场革命的那些思想理论啊 包括具体的政治动员的方式 思想行为的逻辑等 不仅在国民党之争后出台的 一系列措施当中 时有显露 在中共夺取政权的过程当中 更是不断的重演和发展 什么意思呢 啊 啊 就是说北伐他那一套形式 啊 他那种政治动员的模式 包括他的某些意识形态的一些要素 实际上在其后的80到80多年当中 他其实还是在继续啊 还是在继续啊 而且还在不断的重演 不断的发展啊 这个其实也是大家啊 其实也不陌生啊 也不陌生啊 因为我我们可以看到啊 其实后来包括文革当中有些行为 今年也是文革50多年 文革当中很多的一些过激行为 实际上当中都能找到北伐的 那个国民革命时候 那样的一种动员方式 包括口号 包括做派 啊 也是一个激进革命的一个一个一个 真的是啊 也是延续的那条线来的 所以你就看 这场革命对中国政治生活 对中国社会 整个社会的转型 它的影响不大 啊 啊 所以我们讲 今年是北伐革命是90周年啊 90周年几年啊 啊 那么我想呢 借这个机会呢 啊 也跟大家交流一下啊 啊 我们就从大历史的这样的一个一个 一个视角啊 啊 来对北伐革命做一点审视啊 因为确实啊 这个历史的这种功能啊 借鉴啊 借鉴啊 啊 到过来 一段距离以后 我们再来回看那场革命啊 回看那场革命啊 啊 那么但是我们也知道啊 要讲北伐实际上是不太好讲啊 不太好讲 为什么不太好讲啊 因为啊 其实也是因为大家 其实也知道的因素啊 因为啊 这种意识形态 国共两家啊 实际上现在还是互为对手的嘛 从北伐也是从这个分立 国共两家是走到一起又分了家 分了家到现在 那么还有啊 啊 这个这个这个历史的恩恩怨怨啊 啊 这个80多年啊 80多年啊 啊 所以我们就讲啊 啊 受 国共两党啊 啊 实际上数十年政治进竹 啊 数十年的一种对立啊 啊 那么 不同环境下的 海下两岸 在我们讲历史啊 有的确实是 啊 当然历史研究它是的本质啊 啊 它是要即使历史的真相啊 啊 但是历史本身确实啊 啊 有这种 这种这种 这种 我们就讲啊啊 啊 成王败寇啊 这个影响是很深的 有的说历史是胜利者写的啊 确实就经历了这么一段历史啊 啊 所以我在两岸的历史书写当中啊 啊 那么这个对北伐啊 实际上是有不同的评价啊 啊 不同的评价 有很深的旗舰啊 啊 有很深的旗舰 你比如说啊 北伐过程当中发生的412政变啊 啊 那当然我们现在是叫412政变啊 啊 反革命政变而且啊 啊 那么台湾它是叫清党 412政党啊 这个叫法就不同 啊 叫叫法就不同 啊 我们就讲啊 就是说 在对这场革命的评价上 双方实际上都有偏见 啊 怎么去客观的去还原这段事实 怎么去评价啊 实际上啊 有很深的啊 这种啊 一种对立的情绪 啊 所以就有的东西就去 缺乏共识 缺少确论 啊 这是一个 我们就讲到当下的北伐的时候 啊 倒是至今仍然如此 啊 啊 你比如说啊 啊 大陆讲这个北伐革命啊 啊 这个北伐革命啊 啊 还是啊 成功的革命啊 啊 那么按照大陆长期的说法啊 啊 北伐革命是国共合作的大革命的产物啊 啊 那么这场革命当然 呢 他是以打倒立强除军法 为口号的啊 啊 那么这场 就是不一样 有三期北伐 有 啊 他还要继续 继续讲啊 所以这个就是历史的继续 啊 历史的叙述 实际上是不一样的 啊 是不一样的 啊 那么我们就讲啊 啊 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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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 我们就可以看到啊 所以在很多的基本的问题上 啊 实际上有不一样的说法 啊 那么 现在 所以讲 北伐革命啊 啊 这说的啊 要要90周年啊 90周年 你从什么意义上去反思这段历史呢 去总结历史的经验教训 这确实是个问题 啊 确实是个问题 啊 我在讲呢 我是 我是讲啊就是 但是我们啊 因为 呃 确实在以前是这样 啊 比较机械的 啊 比较一种就是 比较多的 意识形态的一种 啊 说法啊 这个这个评价上是 完全不一样 但是呢 啊 因为我们历史眼睛 现在确实也在往 啊 比较客观了 啊 比较客观了 两岸的 包括国共合作当中的 很多啊 一些恩恩怨怨 基本史实 不同说法啊 啊 两岸的学者 可以大家比较平静静气的 啊 能够来还原这段历史 应该去做什么样的评价啊 啊 实际上双方都做了一些努力 都做了一些努力 都做了一些努力 所以我想见啊 这个讲北伐子计啊 那先给大家简单介绍一下啊 啊 这个北伐的研究在学术上 这几年当中 是不是有了一些突破啊 有哪些突破啊 啊 我简单概括一下啊 是这样的一个啊 有这几年啊 啊 这个这个 学界啊 在这方面啊 应该说是 做了相当大的努力 做了相当大的努力 啊 那么这个我是讲 为什么要研究北伐 为什么要砍北伐 啊 我是大体讲啊 啊 一个是啊 民国政治 也是上个世纪啊 中国社会政治转型 非常重要的一环 啊 一种成前起后 啊 这个 这个非常重要 啊 非常重要 另外呢就是国共分合子 啊 国共分合子 国共也是那个时候 曾经这两股 革命力量的一个汇聚 啊 共同发动了啊 啊 这个这个这个进行了啊 这个被发革命啊 啊 但是也是在中途啊 啊 两家分手 那么这个刚才也讲到啊 啊 恩恩怨怨80多年啊 80多年 到现在还没解得开这个 这个还没解开啊 啊 那么另外来讲呢 啊 我下面也就是讲 实际上这个 为什么会有这场革命啊 啊 这个问题非常重要 为什么民国建立的啊 啊 憲政共和啊 啊 以议会 议会制啊 为主要特政的 这样的一个选择 为什么在北伐的时候放弃了啊 啊 重新建立了一个党国体制 这个党国体制啊 社会 我们中国社会的转型啊 走上去这样的一条啊 这样的一个转型 这样的一种啊 一个脉络啊 啊 为什么啊 这场革命为什么会发生啊 啊 为什么会发生啊 啊 所以这个是确实 这个转折啊 太重要了啊 啊 对我们中国近代的历史来讲啊 啊 那么实际上 来看北伐啊 啊 确实是一个非常好的视角啊 啊 那么当然也是就是我也是我刚才讲的啊 啊 就是说在对这段历史的历史书写当中啊 啊 确实双方缺乏共识 特别是海峡两岸啊 所以呢 有很多事实的地方啊 有不同的说法 而且各自一见啊 各自一见啊 所以呢 我们怎么去还原历史啊 我们先先把历史是什么先得搞清楚 怎么评价啊 啊 那又是一个问题啊 啊 又是一个问题啊 啊 啊 所以我是这个 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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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提示啊 啊 为什么我想来讲讲这个问题啊 啊 实际上也是有一个啊 啊 这个这个这个 给大家一个交流啊 对大家一个交流啊 啊 那么我就告诉大家 现在有些什么新的进展啊 有个学术动态我们讲啊 啊 对北伐的研究 今年我们已经在九十周九十周年的上革命离我们快一个世纪了啊 啊 我们究竟该怎么去啊 啊 考察这段历史啊 啊 还原这段历史啊 那么我写大致呢也是啊 做了这样的一个 几个归纳啊 啊 因为这个大家其实也清楚 那以前 就是说我们在做 在讲到北伐的时候啊 啊 研究者的目光啊 比较多的 关注的是 历史进程当中 取得胜利的一方 啊 啊 那么 比较进步的一方 我就是讲成王败寇这个 啊 啊 那么 失败的一方 反动的一方 那么我们要讲北伐的时候 是共同的对象是 北洋军法啊 啊 就是北京政府的统治者 那么就是作为反面角色啊 啊 作为反动的一方 那不管台湾还是大陆 基本上对他们啊 啊 一言以蔽之 啊 一言以蔽之 啊 末世清祸啊 啊 这个也是大家能啊 啊 以往我们历史研究的一个区间 啊 但是我们就讲啊 现在我们研究北伐 实际上 就开始有进步 就是说 照顾的啊 啊 既有啊 啊 这个 讲的是所谓进步的一方啊 啊 革命的一个力量啊 你要去对他做 十四九十的一个考察 要解剖 那么 包括北洋政府 也要有一个客观的评价 啊 这个 为什么被打造 自然也有他的原因 啊 啊 那么他是什么样的一个角色 他的历史地位 啊 也要有一个客观评价啊 啊 所以我们就讲呢 就是说不管胜败如何 不管是主体还是客体啊 啊 进步的还是反动的啊 啊 实际上啊 我们都应该给他一个客观的啊 一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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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原啊 是我们作为研究者啊 啊 实际上是都应该关注这一项 那么这个呢 我觉得啊 啊 还是有些成果啊 啊 我大吉 因为我不细讲这个啊 啊 像罗志田啊 啊 这个学者非常优秀的 南北新旧与北伐成功的再全顺 啊 啊 他这篇文章啊 实际上就是关注到了南北新旧 南方北方新势力旧势力 这种概念的解读啊 啊 包括啊 他们当时的一个角色定位啊 啊 那么也就是说科夫人原来只从胜利一方理论啊 啊 那么或是战败方的那种偏向啊 啊 那么这个是一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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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比较 如果你们对这段这段历史有兴趣的话啊 是可以去看看他们的啊 一些一些一些现在的一些新的研究成果啊 啊 另外还有一个呢 就是说啊 啊 这个以往对国民革命北伐做研究的时候啊 啊 关注的重点是什么呢 我们都比较知道的 打了什么仗啊 啊 丁思桥啊 赫顺啊 啊 啊 这个江西啊 战场啊 啊 两湖战场啊 后来的啊 北上二次北伐 比较关注军事的这个方面啊 啊 那么政治方面当然是啊 国共大革命时期我们叫啊 啊 这个都是比较关注的啊 那么 其他方面就讲得很少的 实际上我们讲这个北伐 它不光是一个政治 也不光是军事行动啊 啊 它是涵盖的方方面面啊 啊 思想文化外交经济 诸多方面 它是个大的社会 深刻的一个社会大变动啊 啊 那么在以往来讲呢 啊 在对这方面来讲啊 啊 确实涉及的很少 所以 现在研究有突破 我给大家推荐 这一署名写的啊 啊 中国一九二七水煮成熟 啊 水煮成熟 这本书啊 这个应该说啊 啊 但是他也写到 二十七年国共分裂以后 啊 也就不往下写了啊 啊 但是他这个书啊 啊 应该说啊 啊 这个这个这个 他是啊 用文学比调来写 啊 啊 这个这个这个 整 但是写的还是相当有深度 啊 相当有深度 啊 实际面很广啊 啊 它实际上就是用文学比调来写一个 非常具有一个历史大的历史体材的一个 一个这样的一个啊 这样的一个即时性的啊 啊 所以这个作者啊 他问题意识相当强 啊 现在我们比较提倡 因为从历史的普及来讲 啊 啊 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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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呃 往往这些书比较大家 老是要介意啊 啊 而确实也有一定的深度啊 倒也是啊 可以直接去读一下的啊 啊 那么下面呢 杨天红的是四川大学的啊 啊 这个一个一个角色啊 啊 啊 非常好啊 他是也是做的 我们这个史学界大家都比较 也是公认的几个啊 啊 比较出色的学者啊 政党建制与民国的政治走向啊 啊 就是说他实际上探讨的问题是 为什么会发生这场革命 民国的这个历史进程啊 啊 在新旧势力的博弈当中 出现了什么样的现象啊 为什么会导致这场革命啊 啊 他这个书也是啊 相当有有风量的一本书啊 而且这场革命 这场风暴给中国带来了什么 啊 带来了什么啊 啊 那么这是也是啊 啊 另外呢还有啊 啊 这个出现就是 这个这个这个国共关系的研究 啊 国共关系的研究 那以往的研究呢 遇失了立场啊 啊 什么叫遇失立场啊 啊 这个好坏中间啊 啊 这个分明得很 啊 分明得很啊 各说各话说也是 啊 台湾说台湾的 叫大陆的叫共飞 那当然是叫共飞 啊 啊 那么到这说是 啊 蒋介石是野心家啊 啊 那么是反动 啊 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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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这个这个 当然是反动阶级的仇目了 啊 所以呢 你说啊 这个评价如果是 光从这一点 国共恩怨来讲 啊 意识形态来分类分野的话 那结论肯定是大家各自一致 啊 就没法得到啊 这个真相往往是扭缺的 啊 真相往 啊 你按照自己的 啊 一个一个一个说 有利于自己的啊 新疆的去说 啊 结论也简单化 啊 那么这个来讲呢 啊 这个 近些年来比较大的突破 啊 大的突破 对于国共合作期间 究竟发生了什么 力量的对比啊 啊 为什么会发生412报告 啊 蒋介石 这个行为你怎么去说 啊 那么比较著名的啊 啊 杨奎松的啊 啊 这也是中国 做近先来史的非常著名的一个学者啊 啊 国民党的联共与反共啊 啊 这本书 如果有兴趣 我是给你们介绍一下这个大题 就是说你们如果有兴趣啊 不妨去看看 啊 还有杨天宏的加入 国民党以后 共产党人的身份认同问题 啊 也是专门讲这个问题 因为国共合作了以后 确实发生了很多问题 啊 什么叫身份认同啊 他原来 国民党原来是融共政策 啊 融共 容纳共产党啊 啊 但是 国共合作是以俄为斯的九国 而共产党是自己秉承的 就是共产国际 他是作为一个支部 啊 他是 实际上啊 啊 你是以俄为斯 那么 比接近革命的话 那共产党绝对 肯定是你国民党啊 啊 属于一种落后的啊 啊 同样 虽然在一个营垒当中 原来的融共后来开始啊 啊 那你就是讲跨党 跨党的党员啊 啊 这个也是一直是纠结的啊 啊 从国共合作开始 到后来就是说 说这个里头有一个非常重要的 确实是这样的一个情况 就还原了历史 就是国民党在国共合作以后 后来为什么要分手 两家要分手 探讨的是这个问题 啊 为什么会分手 啊 因为后来国民党都 哎 虽然是容共 但是现在反过来了 啊 这个后来王岐生 另外一个非常著名的学者 北大的 他提出了是容共 还是容国的问题 啊 也有专门一本书 啊 容共还是容国 就是说 啊 容共还是容国是讲的 啊 就是说 共产党 哎 后来到出现了一种情况 因为大家 在革命高潮当中都很激昂 啊 非常亢奋的那种 啊 然后 就是说国民党就是 都羞与谈自己是国民党员了 就是同样是共产党员了 所以你更 啊 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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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更加啊 啊 这个这个 比较啊 更积极嘛 啊 更有革命精神吧 因为当时是革命精神 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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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高涨的一个时期 啊 所以你是跨党 哎 所以后来国民党就是说 为什么打的是护党旗子 来啊 啊 这个搞412呢 啊 那就是他就是说 哎 国民党边缘化了开始 啊 确实也是出现这样的一个情况 啊 那么第4个来讲 我就是讲啊 啊 开始 以前的考察就是比较结论性的 啊 就是没有深入的去考察 啊 集中在两大势力 啊 非此即彼 啊 那么这个 这个这个这个 实际上就是说 啊 比较关注的是 国民党 共产党两大政治势力 北洋都 前面都讲了 啊 作为你北伐的对象 其实都很少谈到 但现在呢 哎 其实啊 作为国共两大 两大势力之外的 其他的社会力量 其实这个啊 现在也开始 啊 包括社会上的反应 啊 包括知识界的反应 商业 商界的反应 啊 都有 现在都有啊 开始关注这些 啊 那么这个就是多元时代的社会 对这场革命的真实反应 啊 王岐生写的 北伐中的漫画 与漫画中的北伐 啊 啊 这个啊 用当时的社会上的那些媒体上的漫画啊 啊 来讲社会 当时对这场革命 因为很多人 其实那个 那个面向 我们很少去关注 北伐时期 其实北方 很多知识人 啊 就我们比较熟悉的 啊 胡适啊 啊 他们的态度是什么 啊 张俊卖啊 啊 就是有很多的 就是一些 啊 这些当然大致这些 还有其他的社会层面 究竟对北 北方的啊 啊 对北方的当局是一个什么的看法 对南方的这样的一场 席卷 半年就席卷了半个中国的这场革命 他们又是怎么去看的 啊 是怎么认识的 啊 所以这个 这个也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 一个就是 比较开始多元 啊 多重的面向啊 特别是 就是突破了原来 光是故宫两家 啊 这个是以前讲 北伐都是这样 啊 那么还有一个呢 就是 啊 就是要打破原来的一些结论 包括对北伐本身怎么评价 啊 对北北伐本身的评价啊 啊 那么这个来讲呢 啊 这个 其实我今天讲的这个课题 就是想 啊 从我 作为我自己的 啊 作为民国史的研究 因为我的啊 专业方向 啊 在这一块 啊 也想就这个问题 啊 就是说真的是 怎么去看待这场革命 判断这场革命 怎么去评价它 啊 在还原历史的基础上 当然 啊 所以这也是我想现在要讲的啊 就是半半啦啦的啊 啊 半半啦啦的啊 而且呢啊 都没有一个很客观的评价 到现在都是这样 你看过去了九十年了 这么大一个历史课题 啊 所以我今天来讲的实际上 我也倒是想啊 啊 就这个这个 这个这场革命啊 究竟该怎么去看啊 啊 就是说啊 这实际上也是非常需要的 啊 也是非常需要的 啊 那么这个 呃 这个这个这个 我是想 从我自己的研究啊 啊 当中我来啊 啊 做一些我自己的一些啊 啊 对北这场革命 怎么去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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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待啊 啊 那么这样的这个 一个一个 实际上也是一个探讨啊 啊 来跟大家能够有个交流 啊 因为是北伐九十周年了嘛 啊 这么重要的一个课题 啊 那么这个 这个就是对一种重新 能不能有一些重新认识 啊 也是 切错啊 也是一种切错 啊 那么这个 这是我想啊 今天 为什么我要重点要来讲 我就找一个切入点 啊 找一个切入点 啊 那么这个切入点呢就是 北伐 这两场跟辛亥 这两场革命来做一个比较啊 啊 做一个比较 为什么做比较呢 能看 能看出啊 这两场革命的不同啊 啊 它跟真的对历史的走向 发生了什么样的影响 北伐的经验教训 国共两党 包括国共两党啊 啊 那么这个 这是一个 我我我今天啊 实际上啊 啊 想来做这么一个尝试吧 啊 做这么一个尝试啊 啊 那么 为什么要啊 问题的提出啊 啊 问题的提出啊 啊 那么这个实际上也是因为 为什么来做这个 要用比较的 啊 这样的一个视角啊 啊 那么也是因为 我们知道啊 这个辛亥是一百周年啊 辛亥一百周年的时候 实际上已经学术界是比较活跃的 啊 是比较活跃的啊 啊 那么当时对辛亥革命 这场革命怎么评价啊 啊 是有一些 学者提出了一些重要的新说啊 啊 重要的新说 因为以往我们对辛亥革命也有一些简单化的理解啊 啊 资产阶级革命 一个性质啊 包括 最后是袁世凯 窃取了这样的一个政权啊 啊 这是简单化的结论啊 对辛亥革命啊 实际上研究也是 在一百周年的时候是有重要突破的啊 啊 是有重要突破的啊 啊 那么这个 实际上就是啊 对辛亥革命 包括袁世凯 就是这个 权力最后是袁世凯啊 啊 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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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孙中山啊 这个权力 交给了袁世凯 怎么去认识 啊 怎么去认识 辛亥革命的价值究竟是什么 啊 究竟是什么 是有不同的 是有不同的说法的 啊 但是我就讲 为什么呢啊 啊 但是我们辛亥革命最大的意义 大家都 这个都不否认 虽然有不同的说法 啊 辛亥革命最大的成果成 啊 我们就讲啊 他的 这是创立了共和政体 啊 是在亚洲第一个共和国 啊 当时来讲啊 这个确实是KTMPD 结束了中国的帝制 创立了共和 啊 这是这是一个 啊 尽管这个共和 并不是像我们后来讲的 啊 他是一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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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真的是有限制的一个一个 一个这样的一个完善的体制 实际上他 换啊 以这类一个 当时来讲 世界上也是啊 属于先进的 比较先进的一个先进的一个 这样一个政体 可是到我们再来落不了地 啊 杀不了根 啊 事实上啊 啊 这也是辛亥你要重新来反思 啊 重新来审视这段历史的地方 啊 那么我们就讲啊 啊 因为辛亥革命 我们讲啊 啊 这个这个这个 后来又给辛亥革命 这个成果 其实是最重要的 啊 尽管他是我们说有宪政啊 啊 有宪法 无宪政啊 啊 也有也有约法啊 啊 也有宪法 可是实际上宪政行事不了 经过十几年折腾啊 啊 最后啊 这个实际上这个共和门啊 没有实现 最后取代他人的就是北伐革命 啊 这个这段历史大家都很清楚 啊 都很清楚 啊 那么结束这段历史的北伐革命 啊 啊实际上也就跟辛亥革命一样进入了视野 啊 啊 进入了我们研究者的视野啊 啊 那么为什么就是大家在问 这场革命啊 啊 就是北伐革命 那么它是一场什么样的革命啊 啊 这场革命因何而起啊 啊 今何而终啊 啊 为什么啊 它对中国近代历史的发展 究竟有什么样的意义 那么一个非常明显的一个问题 啊 那就是说 北伐革命它最重要的成果 辛亥革命是换了个共和体制 既然这个共和体制 并不是一个真共和啊 啊 但是你要想它真共和 事实上也没有可能 啊 也没有可能 啊 因为它确实还 这个土壤还要慢慢的培育 但是这十几年当中实际上啊 啊 新海革命不是没有意义的 这个创立共和啊 啊 它创立了共和啊 就是给 今后我们国家的政治转型吧 它是开了一条路 至于你能走到哪一步 这要有新旧势力的不断的国益 啊 最后才能决定你社会转型 究竟是一个怎么走向 但是我们知道这场革命是北伐革命 结束了它 啊 是结束了它 啊 我们就讲啊 啊 北伐的成果那就是 推翻了啊 原来新海的 就是改变了它的体制 这也是啊 这也是北伐的最大成果 建立了一个党国体制 啊 那么我们就讲 这是 所以有人当时历史界就有人提出来 那么啊 这个北伐是不是革了新海的命呢 啊 当时学界就有这样的一个讨论 为什么我要讲这个新海 要拿跟北伐来比较啊 啊 就有提出来 啊 因为北伐的最新海的最大成果 是建立了共和体制 现在你建立了党国体 啊 那实际上是革了新海的命 啊 所以就是 那革了新海的命 那就是北伐的成功 啊 实际上 那 当时 孙中山 你 啊 原来的一个评价嘛 孙中山你 就是啊 这个这个 让了全了 啊 让了全了 这是所以导致的新海 啊 实际上一场是 袁世凯啊 啊 啊 所以就取得新海的成果 那你现在重新把北洋统治推翻了啊 啊 现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说啊 啊 又建立了啊 啊 这当然也是孙中山的一种诉求啊 啊 建立了由国民党主导力量啊 啊 不与其他的啊 啊 这个其他的势力分享的这样的一个 党国体制啊 啊 那么这个某种程度上是收工啊 啊 就是说啊 是北伐式新海的收工啊 啊 这个是讲得通的啊 啊 原来没 啊 把权力 临时政府的时候啊 啊 这个是主导力量 革命的是 深中山的革命势力主导力 啊 现在啊 后来 后来啊 这个这个这个 建立了北洋统治啊 从这个这个民国北京政府时期啊 啊 孙中山所谓南方政府嘛 南北对立嘛 啊 实际上一直是啊 啊 这个武力讨伐实际上啊 就是讨的是 孙中山的南方的革命势力了啊 那现在 建立了民国 实现了民国再造啊 啊 这是非常非常清楚的一个啊 所以我们就讲啊 这个就有提出来啊 啊 这个北伐式新海的收工啊 啊 啊 但是我们也要讲啊 啊 也有另外一种说法 就是是一个背离 就是刚才我讲的 因为它是推翻的是一个 辛亥建立的共和体制 啊 那某种意义上啊 那就是抛弃了那样的一个 辛亥革命的最重要的成果 现在我们纪念辛亥也是讲 辛亥是辛亥革命的伟大意义 所以 建立了共和 如果把这个否定了 那就不是背离了吗 北伐式背离了吗 啊 所以确实在学学就出现了不同的声音 啊 所以我就想也就这个问题 来看看这两场革命的异同做一点比较 啊 这是很有意义的事情 啊 所以我就是啊 那究竟相同两场革命啊 相同在那里 有哪些不同 啊 有哪些不同 首先我就想啊 这个两场都是革命 啊 两场都是革命啊 啊 那么这两场革命啊 啊 我们讲啊 啊 这个 都具有 推翻 旧政 什么叫革命啊 汤武革命 啊 就是我们就是词汇啊 就是 革命就是除旧不兴 啊 就是除旧不兴 推翻旧政权 建立新秩序 两场革命都有这样的明确目标啊 啊 今天也是北伐也是啊 顺乎天 硬乎人 都有这种磅礴的气势 也都有它的正当性啊 啊 这也是啊 啊 那么究竟这两场革命 它不同在哪里啊 啊 不同在哪里啊 啊 我把它归啊 啊 就从性质上 从路径上 实现路径上 从它最后的啊 这个一个 实际上一个 建立的一个体制 它的历史作用 啊 它的历史作用 达到的目标啊 啊 在这个上头啊 啊 这个目标是现在 我们来衡量 这两场革命 究竟它们啊 啊 这是成败 啊 怎么去评价啊 啊 怎么去评价 那么下面呢 就啊 就讲我们主要要讲的问题啊 啊 两场革命做一点比较 啊 那首先我们就讲啊 啊 比较性质 啊 这个 这个非常重要啊 啊 那么关于辛亥革命啊 啊 它的性质是什么 实际上历史上是有不同的说法的啊 啊 一直有不同的说法的啊 啊 那么当然了我们这个 我们以前的一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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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结论性的啊 啊 是资产阶级革命啊 啊 但是这个结论呢 台湾的学者啊 啊 是不同意的啊 是他们有不同的说法啊 啊 有不同的说法 那么实际上这个讨论是很有益的啊 很有益的 现在开始趋同啊 啊 现在开始趋同 那么有过什么说法啊 啊 那么就是台湾的这个说法啊 啊 他们也是啊 有一个就是两岸开始 学术交流开始以后 有一场著名的辩论 就是辩论的辛亥革命的性质啊 啊 大陆的啊 是以华中师范大学的张开元教授啊 也是啊 啊 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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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 是是重量级的啊 是大陆的这个死学界的啊 啊 那么台湾呢 就是中央研究院的院士 叫张于法教授啊 张于法教授 那么他们两章辩论啊 两章辩论 那么不同的说法啊 有什么不同的说法啊 啊 那么这个 而张于法的 呃 这个叫啊 张于法教授的提法 他认为辛亥革命是一场全民革命啊 全民革命 为什么说是全民革命啊 啊 那么也就是说啊啊 啊 张于法就是他认为啊 主要的啊 他的看法啊 他的看法 就是说 辛亥革命 他推翻的是满清 颠覆了满清的政权啊 这个是全民的愿望啊 全民的愿望啊 啊 不论是啊 就是说在这场革命当中 人人都负革命主持 啊 不论是革命党人 还是立宪党人啊 啊 包括啊 我们就讲啊 袁世凯啊 就是新军啊 就是被原来青社啊 里头的他下面的一些汉族的啊 一些一些官员 包括领军的人啊 所以说他就讲啊 起一爆发以后 你看辛亥革命的参与 参与者慎重啊 他的观点啊 参与者慎重 有上层的 有下层的 有新军人物 有旧军人物 啊 就辛亥的时候 啊 有首亿的 也有副亿的 有家门的 啊 当时辛亥确实是 啊 呃 这个武昌旗一爆发以后 马上很多的省份就响应 啊 就就就就啊 就当时就啊 宣布啊 这个这个光复 啊 所以我们就可以看到 啊 当时辛亥革命啊 在舞台上扮演重要角色的 啊 就有立先党人 有革命党人 著名的人物啊 啊 就有资议局 啊 资政院啊 就是立先党人 很多啊 反正的 其实很多反正的省份啊 都是啊 就原来是主张君主立先的 啊 但是一到集起共和啊 啊 集主以后啊 大家都赞成共和啊 啊 盛商的精英 像张简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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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倘化龙啊 都是都是啊 他们包括李元洪啊 啊 属于旧军当中的军官啊 啊 就是说满清的啊 啊 满清的啊 原来都是新军旧军都有啊 新军旧军都有啊 啊 啊 那么包括啊 最后啊 迫使清帝下逊威的袁世凯啊 包括袁世凯啊 啊 袁世凯啊 袁世凯也成为革命中子一人 而且起了相当大的作用啊 啊 没有袁世凯的作用 接触满清是不大可能 啊 不大可能的啊 啊 所以呢 张玉莎就提出来 新军旧革命是一场全民革命 啊 是全民革命啊 啊 那么还有一种说法叫国民革命啊 国民革命就是国民党自己去讲啊 啊 讲就是国民革命啊 啊 也是台湾政治大学的一个有名叫做江永静啊 啊 那么他就说啊 哎 这个是 实际上那他那个啊 啊 其实辞论是跟赵玉发是一样的啊 啊 也就是强调 在这场革命当中的那种 广泛的参与性啊 大家都是革命中子一人 真正反对的就是 实际上是 结束的是满清啊 啊 另外为什么会这样 其实还一直普及到普通的民众 因为结束满清的辛亥革命啊 啊 啊 有种族啊 有种族的这个满清黄族 它是个满族啊 啊 所以外族啊 啊 这个因素也很重要啊 啊 也很重要啊 啊 所以我们就讲啊 这是 台湾方面的词分 那么我们大陆以前是比较就简单化了资产阶级革命 但这个呢实际上是一种概念化的 啊 因为当时实际上没有什么资产阶级 啊 有开步的啊 啊 有开步的啊 一些租界的一些加工业很小很小的规模 真正我们民族工业开始有所能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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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所发展的欧战以后才开始的啊 啊 实际上为什么辛亥革命成果 你事实上为什么这个落不了地 因为它真的没有土壤啊 啊 真的没有土壤啊 啊 所以这个啊 啊 当时啊 啊 就是说 就是讲这个辛亥革命啊 啊 当时就是资产阶级革命 这个实际上是不大靠谱啊 不大靠谱 是一种阶级论的一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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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概念概念化的理解啊 啊 有相当的主观性啊 啊 有相当的主观性啊 啊 那么全民革命论或者公民革命论实际上是啊 啊 比较可观的 所以现在 哎 开始学者之间 开始有一点共识 所以 后来 哎 现在开始提叫民主民主革命 我觉得这个还比较中心 既是民主革命 在于民主也确实是不管是内心派还是革命派都受到了民主思想的影响啊 啊 但是还有民族革命的这样的一种成分在里头啊 啊 所以呢这个比较中心啊 啊 民族民主革命 就对辛亥革命性质的理解啊 啊 但是我们就讲这是辛亥革命啊 啊 是个比较全民性的啊 啊 是全民性的啊 但是北伐跟辛亥恰恰相反啊 啊 恰恰相反 因为北伐我们就讲从发动一直到推进啊 啊 至始至终都是革命党领导的啊 啊 都是革命党领导的啊 最初我们讲是孙中山领导的南方革命势力啊 啊 南方革命势力 后来啊 就是国共合作的改组了国民党啊 就是国共合作的这样的一个 以这样的一个形式两股力量的一种汇合 啊 两股力量的汇合 但是都是革命力量 但话说回来还是国民党为主的啊 所以有的讲 这个叫什么 叫多党革命啊 不是全大家的力量啊 不是大家的力量 凭借革命党的党类来推进的革命啊 啊 党类啊 这是非常明确的啊 我们就讲啊 北伐最初就是 孙中山的啊 革命力量啊 武力造国啊 准备啊 就是说啊 武力护法啊 两次护法啊 两次护法啊 一次 是 这是反员的时候 啊 后来是反对啊 啊 啊 断其内的啊 啊 晚夕之断啊 啊 那么我们讲啊 啊 实际上 孙中山也非常明确 北伐是在什么 他的口号就叫民国再造啊 啊 再造民国啊 啊 那么当然这是啊 非常清楚 谁来再造啊 啊 当然是靠党党力来再造啊 以党造国啊 以党造国啊 这个过程发生在二次革命以后 啊 宋案 宋教人案 这个大家都比较清楚啊 宋教人案 宋教人案 实际上民国才一年以后 宋教人是非常是国民党中啊 比较对推行怎么去落实啊 啊 在这个这个这个民国的这种啊 憲政共和怎么去实现啊 他是小他实体负助努力的第一人应该就是 啊 是第一人啊 啊 但是确实宋教人遇刺啊 这个案件是一个导火线 啊 是个导火线啊 啊 那么 但是我们讲孙中山的反应 他也是 马上就对 这个体制的本身他就辞 就是说啊 啊 宋教人案发生以后 孙中山马上啊 啊 就提出来嘛 啊 这个一个就是 要武力桃源的问题 啊 武力桃源的问题 啊 啊 然后我们知道啊 孙中山后来啊 啊 搞了这个中华革命党啊 中华革命党啊 啊 中华革命党 当时来讲啊 啊 啊 就是实际上他对这个民国的 原来孙中山是对啊 啊 这个憲政共和 他是非常有热情 也是把它作为一种理想目标的 但是在再举革命以后 二次革命发生以后啊 啊 孙中山就已经对 这样的一个议会制的民主啊 啊 这样的一种政党型轮替型的啊 啊 这种两党政治 这个他已经严重的保留了 啊 已经严重的保留了 啊 实际上孙中山啊 啊 在建立中华革命党的时候 他实际上把 利用 议会平台的 这个国民党的 原来说同盟会过来的 啊 集设形式的啊 成为一个 利用在议会平台上为主要活动舞台的 现在政党他又退回到了秘密结社的形式啊 啊 就中华革命党的时候 正像孙中山就已经提出来啊 啊 要将来就是说 国民党以后再造的民国 一旦拿到政权 不跟其他势力分享 这个概念已经有了啊 啊 这个概念已经有了 而且当时就是比较排他性的啊 啊 就是搞多家革命啊 搞多家革命 包括中华革命党 当时都要啊 要宣誓 要要要要要 要效忠孙中山 啊 这个当时国民党内部也有不同的意见 啊 也有不同意见 但是可以看到孙中山这种思想 这种转化了一个规矩 啊 转化了一个规矩 啊 那么孙中山也讲了啊 啊 就是说啊 啊 北伐啊 就是说啊 将来如果就是说 在对一个国家的政体 孙中山开始做一种重新的指头 啊 做一种重新指头 啊 孟发了 就是说 将来 要建立什么样的 是不是 就是不走这种多党制裁 搞一党独大 这是孙中山 他自己有论述 啊 有论述啊 那么这个孙中山自己的话 啊 革命成功以后 非本 非本党不得干涉政权 啊 不得干涉政权 不得有选举权 啊 啊 将来啊 啊 如果要选派代表 非本党人不可 孙中山这个思想已经提出来了 可是当时孙中山也在想 那么什么样的一个政治体制呢 它确实也是模糊的 它也是模糊的 后来确实后来为什么走上以俄为师的路 因为后来俄国十月革命了建立了一党制的苏维埃共和国 孙中山为什么以俄为师 他真的觉得那个体制是他理想当中的一种体制 孙中山是一种契合 啊 实际上是不约而同的 啊 孙中山不完全是从俄国搬来了一个这样的一个体制 当时在最初搞二月革命的时候 当时国内 不是国内 世界上还没有一个国家 是一党制的 还没有这样的一个可作效仿的榜样 啊 但是啊 我们知道孙中山实际上啊 当时已经在谋求建立一党多大的政权 就相当排他性的 啊 相当排他性的 啊 那么后来我们知道啊 啊 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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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是后来开始啊 孙中山也是啊 就是慢慢的逐步的成熟 啊 都国民党将来就是军政训政宪政 由国民党来主持政权 不跟其他人分享 而且呢 将来国民党来搞训政 训练民众 学会民主 慢慢的再搞宪政 这是他的一条进路啊 体制的进路 啊 那么我们就讲这个 为什么说他是 一个是全民革命啊 一个是一党革命 那么以 你们大家可能有人要说 他也不是一党还有国共合作 还有共产党啊 啊 但是我们知道 呃共产党 我们现在叫国共合作 实际上 并不是合作 这两个人的身份是 这个地位是不一样的 国民党只是容纳共产党而已 啊 只是容纳共产党而已 那么 我们说实在的啊 这个呃 参与啊 呃 这个容共啊 实际上 说到底也是啊 孙中山 当时为了实现 推翻北洋的目的 而对俄国人和共产党的 一种利用 是一种利用 俄国人 孙中山需要有武器 需要有经费 因为当时孙中山那个革命 实际上是出现了一种啊 实际上 境遇很不好啊 尤其是陈炯明的啊 啊 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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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 没有支持孙中山这个啊 啊 陈炯明叫叛叛孙中山吧 讲啊 所以孙中山实际上 连组子弟都没有了 他后来回到上海 这个时候实际上是 是是非常啊困 是一个非常低谷的事情 啊 那么国民党几乎是要散火了 在国共和督之前啊 他实际上海外党员都担起来 也就几万个人 几万个人啊 就是这个力量是非常小的 啊 那么在这个时候啊 孙中山啊 这个这个这个 他同意啊 同意俄国人啊 你容纳共产党 那我他在孙中山的心目当中啊 啊 共产党你们几十个人的 这些人年轻人有朝气 进文化运动 名声很大 特别像陈多秀这样的人物啊 啊 但是我可以利用他来 因为我们孙中山开始有一个 非常重要的一个转变 就是说 从五四以后看到了民众的力量 原来孙中山走的是精英路线 啊 走的是精英路线 下面我也会讲到 啊 在这个时候 他看到了民众动员的力量 哎 正好啊 可以 你们啊 这是劳工神圣吧 啊 共产党加入进来 你们 从俄国的那条 啊 那个思路来讲 要发动农工 要动员农工的啊 所以他啊 觉得可以 这个利用共产党来 帮他做这项工作啊 俄国人也是 孙中山制度 我是不赞成的 可是啊 你要有 要武器啊 帮我练军队 你这个方法我需要啊 啊 当时俄国人 可是你要 我支持你 你要容纳共产党 这就是条件啊 这是条件啊 不是合作啊 不是合作啊 不是合作 但是确实进来了以后 这个力量 是有一个大的发展 是有变化的啊 是有变化的啊 所以 但是我们就讲 即便是这样啊 就是 共 实际上啊 国民党里头也要去 就是说 对共产党的戒心是很重的 在国共合作建立的时候 国民党里就提出来 啊 就是说跨党党员 啊 要警惕他们这种啊 这个这个这个 这个拘性不良 啊 谋竄误党 啊 而且特别要警惕 共产党后来势力很大 越来越大 啊 要警惕反克为主 啊 要警警惕反克为主 啊 国民党人 你看最后的国共分家 其实也是他的一党革命的表现 啊 他实际上容纳不了共产党 啊 容纳不了共产党这样的 啊 把他啊 啊 用图算把共产党想出局 啊 啊 实际上也就是说 北伐进展到半个中国下来以后 啊 实际上孙中山就 啊 不是孙中山 蒋介石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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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正式称呼了这个 啊 所以我们就可以非常鲜明地看回 这性质上 辛亥革命是比较多元的 啊 什么力量都参加在内的 啊 那么这个呢 是一个州党革命 啊 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不同 啊 那么为什么有这么明显的不同 啊 这也是我们要考虑的 啊 我想原因是比较多 啊 多方面的啊 我想首先呢 就是一个革命的对象 啊 革命对象 啊 那辛亥革命 我们前面讲了啊 啊 满清王朝 他是从来 他是一个 一个大家的对面 啊 他的垮台是 啊 实际上 啊 很多人 啊 这个还有种族的因素在里头 啊 还有种族的因素在里头 他是少数满族 统治了大多数的汉人 这个因素非常重要 啊 非常重要 啊 全民革命由此而生 啊 所以辛亥革命 民族民主目标是成一体的 啊 是是成一体的 北伐就不一样了 啊 北伐就不一样了 北伐实际上 他明确的有再造民国 他的非常重要的含义 就是说 达倒北洋军阀之外 还有什么目标啊 啊 达倒北洋军阀 还有南方革命 啊 这个实际上啊 我们就讲 要在实现什么目标上 共产党和国民党是不一样的 啊 这两家是不一样的 啊 这个 就是我们就讲 如果打倒立强 他并不是要打倒 打倒立强是打倒 在华的外强势力 改变中国的 中华民族的这种被奴役的地位 这个来讲 国共两党有共同的数据 走到一起了 可是 但是 共产党 除了打倒立强之外 还要推翻资本制度 就这一点 国民党他不要推翻资本制度 所以你看 目标分歧就出来了 所以共产党要革命的话 就是加入国共合作 是有跟国民党同路 完了以后 先民主革命 然后再进行共产革命 到合适的条件下 啊 就是说 像苏俄那样的 先二月革命 最后还要有十月革命 是这样的一个目标 而 啊 这个国民党 那就是他们 打倒立强是 可以收回立权 这个他有这个目标 啊 但是 他并不要打 打倒资本制度 啊 这个所以就已经是目标 就不一样了 啊 就不一样了 啊 所以我们就讲啊 啊 啊 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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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是一个目标的很大不同 啊 这是一个目标的很大不同 啊 所以我们就讲 这个这个这个 嗯 这是当时来讲 啊 这是一个两场革命的一个 非常重要的区别 啊 也是非常重要的一个区别 啊 那么中国社会啊 啊 实际上 他北洋的 当时辛亥革命的目标 啊 他是全民革命 可是 建立了那个宪政啊 建立宪政共和 大家也认可 但是认识是不同 啊 认识是不同 但是这个东西呢 你也实事求是 啊 你要是 认为 靠一堂革命完了 就马上能这个制度 就能建立起来 本身就是一个不切实际的幻想 啊 因为你事实上没有啊 啊 这个是个中心态革命 我们讲是个缺客 这个缺客 你想一错而就 是一种幻想 只是你的头脑当中的东西 啊 县正是需要培育的 啊 需要培育的 要有新的社会力量的生成啊 啊 那么这个来讲呢 我们就讲 实际上就是 呃 给了 北京政府啊 啊 这个当中一个社会转型当中 是出现了问题了 啊 是出现了问题了 就不信的这个当政的人 啊 是这个权力是 落到了一帮五人手上 啊 这些 这个五人自己的建设有限 啊 对宪政 实际上是 啊 也不是说他们不要宪政 但是理解 理解力极低 啊 这些人来讲 对宪政啊 啊 这个这个 袁世凯是 真的是不是不想接受这个制度 是被迫接受 但是后来 袁世凯以后这些五人们 啊 实际上对宪政啊 他自己啊 虽然他是 相信是武力解决问题 但是对宪政共和这个东西 他还是有敬畏子心的 啊 就是我们讲 这么多后来的 这些也好 管系也好 凤系也好 啊 张作霖啊 啊 这个这个这个 这个段齐瑞啊 啊 还要走这个 还要走这个 还要走这个程序 你看朝贡要当 当 当总统 他还要回省 就是也不是光靠武力 他就敢军临天下 啊 他还不敢做皇帝 包括张作霖 啊 最后北传 啊 啊 在这个时候 张作霖 他虽然是能够控制政局 可是他不敢当总统 啊 最后北伐已经进展 已经是27年以后 412以后了 南北已经是马上就北伐 就是能一统天下了 那张作霖当时才就任安国军政府的大元帅 成了一个军政府而已 啊 就大元帅那就是说军事能够能够成成 要不然你就干脆就就是啊 投降串了 啊 就是政权那就干脆就交给南方者了 啊 所以这个所以我们也能够看出来啊 啊 当时是个什么样的一个情况啊 啊 那么我们就讲了就是到北伐的时候 实际上北洋的这个军人统治 实际上给了他们这几年时间 他们没搞得起没搞好啊 这个事实 其实那些北洋军人自己也有事 啊 最初的时候北洋军人的形象不是那么坏 啊 他们也是新的力量 啊 他们包括袁世凯啊 啊 他当时搞新政啊 质地新政是模范 新军是富国强兵的产物 啊 最后呢 当然是推反满清的时候 他们是守公 应该是说是守公 没有他们的军事倒壳的话 那清王他怎么可能听弃自己的权力 啊 而且 所以事实上南方的力量 要是真的是 袁世凯啊 啊 是是是是是 是 站在满清一边 还想维持这个政权的话 那南方没有招架制 啊 没有招架制 一上来我们就知道武昌 当时就没法上 没法打下去 但是袁世凯叫停了 啊 啊 所以这个呢 我们就讲啊 这个这个这个 他是给抓住了这个机遇 啊 是确实是抓住了这个机遇 啊 那么 问题是 啊 这个 走了十几年 啊 严重的一个社会的动荡 啊 社序社范 啊 这个秩序重建 始终没建立得起来 当然在这个过程当中 我们前面讲啊 啊 有些学者已经做了很好的研究 是新的因素是在逐渐的生存 啊 不是没有新的因素 啊 就是这个社会整合 包括这个中央权威的低落 不是完全是坏事情 啊 这个永远 如果中央权威不低落的话 地方自治 地方这种民主的东西是很难建立的 权威不打倒的话 你很难想象它会走出集权来 啊 所以这个是也是 但是 话说回来啊 啊 这个社会确实 这个转型不是一错而就的 最后来讲 这个落后的顽固的那种成分 在中国这个是基础太深厚了 啊 基础太深厚了 啊 那么我们就讲啊 这是一个 一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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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说对现实政治的失望 啊 对现实政治的失望 啊 那么 很多人啊 啊 这个这个当时就看不到出路 其实有 如果清醒一点 也许会知道 本阳的走率正是新的政治 啊 实际上一种必要的条件 啊 本阳 本阳那些要人 实际上自己都知道 要更新 啊 要要跟张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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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 啊 啊 去取代啊 这个这个 这个就是就是革命 就是去尽力 啊 非常害怕 也非常害怕 南方革命势力的一种兴起 啊 也看到这一点 啊 那么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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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 我们就讲为什么这个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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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什么要走向一党革命 啊 要走向一党革命 啊 啊 那么这个 这个一党革命我们就讲啊 哎 国民革命起来了啊 啊 前面讲啊 啊 实际上你就算共产党啊 啊 就是同路人啊 实际上啊 也是啊 不允许存在的 啊 也是不允许存在的 啊 那么这是 这个这是一个 另外第二个很重要的区别 我们就讲 这是个非常重要的 辛亥革命最后是和平统一了 啊 这个大家也知道 啊 和平统一了 啊 那么也就是说的南北谈判 啊 南北谈判啊 啊 清政府下台啊 啊 那么最后取而代之 大家同意 建立共和体制 啊 这是一个 就是说一说啊 啊 啊 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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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也是很重要啊 啊 这也是很重要啊 啊 那么这个 我们讲啊 这个辛亥革命啊 在一百周年的时候 这个已经大家就说 用 用力最短啊 就是辛亥革命啊 这个代价很小 没有造成薛山四海这样 但是实现了制度变革的 一个大革命啊 啊 所以这是辛亥革命 真的是一个经验啊 啊 真的是一个经验啊 啊 那么这个是当时来讲啊 啊 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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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辛亥革命也是说啊 啊 这是辛亥革命 那一趟不流血的革命啊 啊 啊 这个是 就是我们就讲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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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辛亥革命是一百周年的时候 在这个问题上 大家评价相当高 实际上啊 啊 就是对辛亥革命的人 取得这样一个成就 啊 啊 这个中国 当时啊 啊 吸取了啊 啊 这个在政治体制上 应该是做了一个很好的选择 而且这个变革没有通过啊 啊 一场大的一种动乱 说实在的话 真要南北交起站来 那就是 真的就是啊 啊 那倡议满目啊 后来晚清的那些 啊 应该说还是有一些国家啊 啊 在这个社会进步上 还是取得了一系列成就的 啊 啊 那么全部不好藏 啊 而且未必还建立得起来 恐怕还是个啊 啊 所以说啊 这个辛亥革命的时候 大家对这一点 非常肯定 非常肯定 啊 那么这是一个 啊 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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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 评价 啊 实际上是啊 辛亥革命啊 啊 这个这个这个 嗯 以前评价是比较低 啊 我们知道的 啊 就是说 把辛亥革命的和平统一 认为是资产阶级的一种 一种软弱性 啊 那么台湾的 呃 以前也曾经有过一段 也是这样认为的 虽然是全民革命啊 啊 但是啊 也是受正统史观的说服 认为辛亥革命是不特定 啊 革命党人让了钱嘛 啊 那么这是这是 我们讲收工说实际上 也是有这样的一个存在的前提嘛 啊 所以到北伐才成功啊 啊 那么我们就讲啊 啊 实际上啊 啊 这个这个这个 这是一个啊 就是对辛亥的一个一个 一个重新的认识 啊 但是北伐革命 那这我们就知道了啊 实际上 大家就知道 北伐革啊 啊 那是打的就是武力统 啊 就是就是武统啊 啊 就是武统啊 那这个北伐革命也是啊 啊 当初来讲 我们就讲了 北伐革命当时 一种认识就是啊 啊 那么就是 造党军啊 啊 这个这个这个武力啊 啊 推翻政权 当时社会舆论当时也是 就是说 这个政权啊 啊 最有用武力推翻 就是学苏联的 而中暴力革命 而中暴力革命 而中暴力革命论 那么当然也是孙中山的 孙中山也是 一直是素主于武力 啊 最后他是放弃了 这个这个 不打护法的旗帜不要了 干脆就是以党造国了 啊 干脆以党造国 啊 那么 嗯 对辛亥革命 100年的时候 就有光荣革命 这样的一个评价 啊 就是认为这不是一种 软弱性 而是一种政治智慧 啊 知道怎么就是政治是需要妥协的 啊 是需要妥协的 啊 革命啊 实际上就是讲啊 就是说大坎 大杀啊 啊 这种这种 雪峰信誉啊 啊 换来的不一定是社会的进步 旧制度 实际上 旧制仍然保存啊 啊 实际上 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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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呃 还会造成社会的一种大的倒退 啊 这也是不政治事实 其实有很多是这样啊 啊 就用革命啊 带来的啊 啊 有的时候把 多年的啊 一些社会进步的成果 啊 也富足一致啊 啊 所以讲以暴易暴啊 啊 强力 以前我们传统中国 走着社会更迭的 政权更迭的路 都是以暴易暴 以暴易暴是现在就是强者出嘛 啊 啊 就是你的强强势的人物啊 啊 才能出来嘛 武力统一 所以结果也只能是强者强者出 谁武力强谁出来嘛 那强者出了 那肯定是不是共和体制 肯定就是继权体制 啊 这他们当中有因果关系在这 啊 所以我们就讲啊 啊 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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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 当这也是两场革命的非常重要的局 国民党 就是啊 孙中山实际上后来有很多分歧 就是在武力统一 啊 在要不要武力统一这个问题上 本阳政法是相信武力统一的 孙中山也是相信武力统一的 啊 所以我们这个社会转型啊 为什么就走不出去 啊 这个历史上就是种兼并啊 啊 其实要是谋求和平统一的路 在民国建立以后 很多知识界倒是在做这种探索 啊 包括能不能尝试啊 以前都是啊 就常是种联邦邦联制的 大国整合的路 就是学啊 啊 这个西方其实很多 我们讲国际上也是这样的 一些大国啊 啊 都是就从基层开始由下而上去整合 啊 就是走一种联邦制的一种一种整合的路 这样就是免与啊 武力对抗啊 啊 当然有也有很多 可以说有些条件也不成熟 啊也不成熟 而且会被地方势力所利用啊 啊 确实也是事实 但是 也 确实你有的东西是要去做的 当时也出现了这样的一种 都是知识界的人 啊 包括 啊 蔡元培啊 胡适啊 熊西林啊 他们都在推行梁启超啊 就是做一种啊 就是 建立省县 明显 明显省长 已经明显了一个省长 但是后来讲地方势力啊 这个像湖南嘛 啊 最主要是省县的 啊 赵魂帖也是湖南的地方的 这个 讲 舍利派啊 他是第一个明显省长 就是说他在做这种尝试 当时这种 这种 省县啊 啊 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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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做联邦制的一种尝试的 其实在当时也是一个 也是位为绅士 啊 就是当时也是在民国时期曾经 啊 但是后来当然 因为强势啊 两大对立力量是不大相信 这个这个路能走得通的 啊 实际上是这样的一个情况 啊 那么所以我们就讲啊 打了多少年 打了国民党也相信武力 原来的啊 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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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北洋军人也相信武力 孙中山也相信武力后来 啊 所以后来打了越打越分裂 啊 就出现了分裂型的政绩啊 实际上是这样啊 啊 就是国家的统一 反而是陷入了一种 大家都想统一 结果你用武力来统一 越数不大 啊 越数不大 啊 所以我们就讲啊 这个孙中山 啊 这个 北伐大家比较强调他的正义性 因为就是讨伐北洋军方 啊 他的革命的一种执著 啊 啊 是合理的 是讨伐的是北洋 啊 是讨伐的北洋军方 啊 但是啊 啊 确实啊 啊 这个武力统一 带来的后果是什么 啊 这个大家 为什么建立的是个党国体制 这个当中有因果关系 武力统一的必然是一个强者胜的一个结果 啊 这是一个 所以我们讲啊 啊 这个路径选择上 啊 这个这个 原来辛亥革命 你看它是搞了一个 啊 最后是用妥协解决问题 其实 政治 啊 我们就讲不能否定掉 啊 政治是需要妥协的 啊 它可以避免很多的 这种 一种 啊 实际上这种武力统一啊 为什么共和 它没走出来是另外的问题 另外去总结经验教学 啊 但是它和平统一 啊 这一点确实是两场革命啊 非常重要的不同 啊 非常重要的不同 我们就讲了啊 啊 在目标实际上 这两家的目标也是不一样的 一上来就很清楚啊 为什么叫收工还是背离 啊 辛亥革命啊 啊 实际上目标非常 要选择 结束地制啊 非常清楚 结束地制 建立共和 建立共和 这个诉求啊 实际上啊 本身就有极强的包容性 啊 这个诉求 就是说建立共和 当时啊 不愿意看到满清这个政权 再继续的 实际上大家都有啊 就成为革命的同盟者 啊 大家就是不想 就觉得这个 啊 地制不能啊 这个满清统治不能继续了啊 啊 所以大家就是 只要赞成这个的就可以成为同盟者啊 啊 那么那些党人来讲 他们原来啊 啊 定不是赞成 用暴力来推翻清政府的啊 啊 那么 革命党人 他们之间有 互相有很激烈的辩论啊 但是奇异发生以后 实际上 当时就是啊 这个这个 当时湖北制衣局的啊 那些 他们马上就看到 哎 既然建立共和啊 啊 啊 满清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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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政权 如果真的就是 正义的不肯啊 啊 这个这个改变啊 说实在的 辛亥革命为什么会发生啊 因为满清当局表现出了他们那种啊 实际上真的是一种啊 非常的顽固的 坚持最后 我们知道辛亥当年最早的有黄花港革命年初的时候 革命党人士必其功于一一 啊 集中了自己的精英全部的财力 可是全部全军覆没 可是半年以后啊 啊 因为 满清皇朝最后立线推出了一个皇族内阁完了 马上是 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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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辛亥 早速的底层的官兵 搞起起兵 马上下面就全部 连立宪党人马上表示支持 啊 站出来支持他们啊 啊 那么这个李元洪那 汤华龙 湖北之一啊 啊 当时那些李先党人啊 啊 就是在这样的一个结果下 大家都成为一个革命的同盟者啊 啊 都赞成了共和 是这样的一个目标啊 啊 那么这个就是 啊 其实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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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啊 既然啊 既然要在建立共和这个问题上统一 选顺中参 党领事大中 啊 这个大家也没有意义 啊 那么这个就是说呢 我们就包括袁世凯 袁世凯你要我跟你谈判啊 啊 当时也非常非常清楚 你一个条件 接受共和 啊 这个虽然袁世凯不一定能理解这个 共和 他不一定就认为共和体制有必要 但是他还是 就是一个限制条件 啊 就是一个限制条件 啊 那么这是一个啊 啊 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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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这个 这个当时来讲啊 啊 这是辛亥革命成功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因素 啊 共和为目标啊 啊 那么这个 这是辛亥革命啊 啊 这是辛亥革命 那么 北伐革啊 啊 我们就讲啊 辛亥革命应该说啊 啊 这个这个这个 它的成果大家实际上也是看得着啊 它的意义啊 啊 那么北伐革命就不一样了 啊 那么 北伐革命啊 也有鲜明的目标 建立党治国家 啊 建立党治国家 啊 那么这个前面我们也讲了啊 啊 所谓的党治国家啊 啊 那实际上就是说得很清楚 就是国家的权利 要由国民党来多揽多管多战啊 啊 包括全国民众的思想 将来就是靠国民党来搞训政啊 啊 后来就叫什么呢 叫党化啊 啊 叫党化啊 啊 完成教化啊 啊 所以国民党的口号也是非常鲜明的 叫以党治国啊 啊 当然以党治国不光是党员治国 国民党也讲是党义治国啊 啊 是党义治国啊 啊 那么 蒋介石有个非常著名的口号 一个主义一个党一个领袖啊 啊 这个就是实际上很有代表性的一种说法 所以我们就讲啊 正因为这样 你因为是建立一个党的都兰权力的 啊 这样的一个这样的一个政权啊 啊 这样的一个目标 这样的目标是不可能通过和平来建立起来的 啊 所以也就只能通过武力才能建立 啊 这样的政权只能通过武力 啊 所以我们就讲啊 啊 当时啊就是 北伐统一啊 啊 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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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嗯 我们就讲有一个很有意思的说法 啊 很有意思的说法 啊 那就是 当时国民革命啊 最初我们知道是国共两党的合力 啊 是两大革命力量的 接近革命力量的一个 一个共同推进 啊 一个共同推进 啊 那么这个 后来啊 啊 我们就讲啊 国共分立了 啊 国共分立了 你这个独党革命啊 你当然 哎 国民党跟共产党之间 而且是以屠杀分手 啊 是以屠杀分手 那么国共两党之间 我们就讲啊 哎 这个这个这个 这个这个就互相啊 啊 实际上就啊 我们就形成了一种啊 啊 在阶级论下 那就是两大 对立阶级 啊 这个两大对立阶级的搏斗 那么一直持续 持续了几十年 啊 实际上延续到当下 啊 就不共戴天 啊 不共戴天 啊 那么这个 我们就讲啊 为什么会这样 为什么一定要屠杀分手 这也是一个 一个历史的一个 一个罪问啊 啊 能不能通过别的方式 其实要想想 你通过别的方式 恐怕还真的没有 一个本身就是一个武力统一 啊 本身就是个多党革命的一种 一种目标诉求 那么另外来讲啊 啊 你是实际上 国民党也好 共产党也好 都是彻底革命论者 啊 都是彻底革命论者 啊 而且都是以俄为师的 那么它的结果是什么呢 哎 而且都是赞同 都是武力统一的赞同 就是啊 一个一个就是 都是都是武力统一的目标啊 啊 而且都是要建立党制国家的 那么如果在这些问题上 都是一样的话啊 啊 这个也当然也就是两 两党能够走到一起的原因 正因为在目标诉求上也一样 路径选择上也一样啊 啊 大家能走到一起 哎 但是我们讲 存也消和 败也消和啊 啊 同样也正是因为这样 两党你既然都是建立党国的目标 你建立党国为目标的 那么他要的那个党国不是你要的那个党国 那都是独党革命那 那肯定就要矛盾啊 啊 肯定就要矛盾啊 啊 所以我们就也从这个上头也能看出来啊 啊 这个 你的目标如果是党制的话 那肯定是 这两 起码是同路人是要分手的 啊 这是一个 啊 这是一个啊 这个 就是国民 党国就是国民革命的目标啊 啊 你要建立的党国你是消灭军阀啊 啊 这个消灭取消帝国主义特权啊 统一中国 这是国民革命的目标啊 这是打倒军阀处啊 处理 打倒立墙处军阀啊 啊 那么这个 共产党的目标还真的不是这个 完全是这个 在同 在 最初阶段可以啊 党的基本 这个纲领啊 最初阶段的纲领是这样 但是共产革命还有 有一个旨在解放劳苦大众的 这样一个更大的目标啊 啊 它是阶级革命 啊 啊 是阶级革命啊 啊 那么国民党的目标 你是前者 共产党是后者啊 啊 那么当时 那当国民党发现 共产党啊 啊 在这个参加国民革命的过程当中啊 啊 已经是啊 他不愿意 原来是共产党人发牢骚嘛 我们给共产党是当的是苦力 啊 当的是苦力 现在共产党不当苦力了 要改变这个角色啊 啊 所以我们要拿 意识形态的话来讲 就要争夺领导权 啊 要掌握 国民革命的领导权啊 啊 那国民党 发现共产党有这个意图 而且正在成长 发展成为一个独立的以武力都去全国政权为目标的这样的一个革命党的时候 而他觉得共产党要反克为主了啊 要觉得共产党要反克为主了 那么他有一个非常本能的就是避免国民革命沦为工农革命啊 啊 所以他就要清党啊 啊 这是我们就讲啊 为什么国共为什么走到这个分家啊 啊 这个分手啊 他就觉得共产党才是这场革命的唯一的领导者 而也是这场革命的合法的领导者 而且是成果的享有人 啊 这共产党也很明确啊 啊 那么我们就讲两家的争斗就是不可避免 啊 啊 两家的争斗就是不可避免的 当时蒋介石发动412清党的时候 啊 我们当然我们在叫政变啊 啊 叫大屠杀啊 412大屠杀啊 啊 那共产党就叫清党啊 啊 就叫迷惑啊 啊 就叫迷惑啊 叫护党打的是这个旗号 这两家是完全不是不是一回事 啊 不管叫什么吧 我们就讲后来发生的事情 就是两个革命党之间的互相革命 啊 因为这个两个党 当时在国民革命当中 都不是以建立宪政民主为目标的 就是都是建立党制的 那党制的合法性是什么呢 就是你的革命性 啊 就是你的革命性 那我是革命的 我的合法性建立政权是革命的 我的合法性就是我是革命党 那你就是要把对方一定要说成是反革命 那共产党骂国民党是反革命 就是革命党骂国民党是反革命 啊 就是革命者之间互相革命 实际上最后是走的条武力相向 啊 武力相向当然罪亏祸首是蒋介石 啊 他先动手杀 不让这个领口戳杀 啊 这个这个这个 不让一人漏网吧 啊 所以我们就讲啊 这场革命最后的结果就充满了血性 啊 充满了血性 而且就是国共两党这个戒院啊 啊 啊 这个戒院 戒院就到现在还没解决得了嘛 啊 就是一种 当时当然做一种截罪势力了啊 啊 所以我们就讲要从大历史观来讲啊 啊 实际上也就是 国民革命 这场革命最后就是开创了一种啊 啊 政党禁足 以暴力毁灭的方式来进行 啊 那议会民主不是这样啊 啊 尽管也里头有很多很多 啊 这种假 搞假的毁弦啊 等等等等 但是不是暴力消灭 但是国民革命最后啊 包括同路者之间也是屠杀分手了啊 啊 那么 屠杀分手清除暴力清除政叠 啊 你就是我的政治对手嘛 啊 开创是这样的一个行为啊 啊 那么共产党当然可以 这个确实是 国民党你弃绝功能 你利用了功能 功能给你支持你北革革命 你反过来屠杀功能 啊 弃绝功能 弃绝革革命啊 啊 那么他实际上也有一种 就是共产党也是为自己辩护 那他为什么 他也是利用国民党在 发展自己的势力 做大嘛 要是在国民党看来就是做大 啊 那么国共两党 我们最根本的为什么分手 你的革命宗旨是不一样的 啊 革命宗旨是不一样的 啊 你组织基础是不一样的 你分手是迟早的事 啊 分手是迟早的事 关键是怎么分 啊 如果我们想啊 当然我们去 就是说如果有 革命党如果有一些包容子性 啊 就是说啊 这个这个像共和 建立共和的时候 互相是有包容的 但现在没有啊 就国民革命的时候 是没有包容子性啊 啊 宁可错杀一天 不可十一人漏亡 那是国民党的 一点包容子性 都没有 那是斩尽杀绝 啊 那共产党呢 哎 说老实话 一上来 能要这样的一个成果 恐怕是 后来为什么要批评 陈独秀怎么 都没想到是这么 搞成这个样子啊 当然苏联 苏联是有 当时指导中国革命 是有这种 预设的 那你如果不认识呢 你一番又清楚 我们就可以这么指示 啊 当然后来说 鸡最羊而已 有很多就是 你苏联的一种方针 就是这样子 啊 所以我们就讲 郭共子坚 将近一个世纪的阶级大波斗 啊 就从这儿开始的 啊就没 就是这样的一种 两种政治力量 到最后就是这样的一个 啊 实际上 我想从这个目标上来去检视 还是有点 应该可以做 起码可以去这么检视 你一见了党制目标 那就没有暴露 啊 那就是一个一党独大的一个政权 啊 那么这是我们讲啊 从革命目标 从革命结局来讲 啊 那么这个 从路径来讲 我们去做这么一个比较 我是 这是跟大家做一个探讨啊 但是我们可以看到 两相比较当中 我倒是觉得辛亥的那种模式啊 辛亥的 就是辛亥建立的共和目标啊 啊 这个包容 各种力量之间的一种互相包容 其实啊 啊我们就讲啊 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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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 实际上啊 这个 还是啊 实际上我们要大历史的角度来看 啊 实际上这个应该可做探照 啊 就是政治是需要有妥协的 不一定要你死我活 啊 不一定要你死我活 当然我们讲历史假设没有多大意思 它已经是这样了 啊 我们现在但是我们可以反观啊 可以反观 从当中吸取一些有益的一些一些借鉴啊 啊 那么你要说被袁世凯你看你妥协吧 袁世凯串了全了 可是你要知道如果没有袁世凯的当时的这种包容的话 那你可能建立民国还是一个问题 能不能建立民国啊 啊 那这是这那肯定是有啊 我们前面讲的那样的后果啊 啊 就整个造成一个啊 森林涂炭 社会进步成果的丧事 完全可能啊 立强还趁机进来 你们要知道建立了民国以后 后来也是内忧外患不断啊 啊 所以我们就讲啊 啊 这是一个就当辛亥的一个时候 啊 所以 一些当时的知识界的一些 像梁启超啊 啊 他们就提出了 就是共和政体是有很多的问题 但是要有爱护自信 啊 要有一点爱护自信 啊 那么这个 当然我们后来为什么 我们讲民国 为什么 创立的那样的一个制度走不下去了 那也有很多的原因 啊 这个长期的 我们前面讲了 这种失控 社会的动荡 大家没有耐心了 就是处在一种革命前夜 啊 革命前夜 那革命的思潮 也是真的也是它的合理性 就是因为真的是 改良的路 很多城市啊 是一变 一次又一次的失败 啊 让人感到很灰心啊 啊 知识界后来也是啊 你想走教育救国 想走实业救国 问题是 你走了半天 你走出来了吗 太缓慢的那种改良 人家失去了耐心 所以在北伐革命的前线 当时你要看社会上的那些报纸 集体焦虑啊 集体焦虑啊 实际上就是说啊 走上武力统一的路 走上激进革命的路 啊 也是 确实是一种历史的 也是当时的大环境 啊 当时的大环境 啊 那么这是一个 啊 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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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可以想 如果不经过这种大动荡 啊 这种大啊 这种大的这种啊 社会的这种啊 这种啊 这种留学啊 啊 能够达到社会进步 这个目的当然很好啊 啊 但是话说回来啊 啊 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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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来革命都是被逼的啊 啊 这不逼到那份程度啊 啊 他的 他都不会有革命啊 其他路也走过 所以都是有一定的合理性 你不能 事后不要革命啊 这个话 我们为什么我们当然也是说 新开革命 北伐革命 都有它的合理性 啊 但是我们就讲啊 北洋乱政啊 啊 实际上也是 中国走上 不明革命直路 实现用武力 用暴力 所以来推翻旋 来推翻旧政权 走上这种走断 实现社会变革的一个啊 实际上是给它提供了一个前提 啊 所以我们就讲啊 这个这个这个北洋乱政啊 实际上就是把中国 失去五人乱政啊 就没走得出来 秩序重建 失败了 啊 秩序重建 失败了 把中国推上了全面变革的 这样的一种道路 啊 那么这是一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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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确实是一个转型的困顿啊 啊 但是我们就讲啊 啊 啊 这个这个这个 北法革命当然 它还是啊 应该说啊 啊 有它的合理性 而且它也确实实现了 一些很重要的目标实现 啊 它也是建立这个党制国家 啊 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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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虽然是有备以宪政民主 我们现在回观这 这场革命啊 啊 虽然是有备以宪政民主 但是 确实也是一个啊 啊 逼得没有办法的一个 变革社会的一种 一种需要 另外我们还要强调有一点 当时来讲 确实也是 呃 我们当时也是 国民党的一致选择啊 啊 就是通过继权体制 走向党制制度 希望国民党它自己 当然也是有这样的诉求 就是一个现代党啊 啊 但是是想通过一党制啊 啊 由它来肩负去领导国家 走向现代的路径啊 啊 道路啊 啊 它也是希望国家能够 并不是说我要把国家搞 招了它来搞这场革命 它觉得通过这场革命啊 啊 能够国民党来能坚持领导 中国人走向现代制度 当时有没有这种需要 有的啊 因为确实是啊 啊 这个 有些后工业化国家 国家极贫极弱 而且内有外欢严重的情况下 一盘散沙 你这个现代化的路遥遥无奇 而且永远是跟在那条的后面 它要走一种比较快的 要国家来担负起这种 集合人力物力财力 来进行社会改造 这个只有集权体制才能办成 事实上很多后工业化国家 也走的这条路 短暂的 但是还有一个转型 国民党其实也有点像这个味道 啊 它其实走一条集权的路 慢慢在几十形线 这啊 它的一种路径选择 有没有道理 有道理的 啊 所以当时建立一个党国 啊 来来来来来 把它走出这种转型的困顿 啊 来重建秩序 啊 实际上是 国民党的也是一个集体选择 啊 把它作为国家发展的一条路径 啊 我们就讲啊 是不是有效果 啊 我们说是有效果的 啊 有效果的 那第一个效果 啊 北伐革命最终是推翻了北洋统治 国民党是完成了统一中国 啊 但是我们也就看到 正因为它是这样 它是通过五字来实现的 它虽然是实现了统一中国 在这个北伐过程当中 五字是导致的是必然结果 就是军人权力扩张膨胀啊 建立政权以后 我们就可以看到无论是中央还是地方啊 啊 结果掌握核心权力的党国精英 都是谁啊 你向北伐以后 都是全清一时的掌握军权的地方狩猎派 国民党的经营人物也是 地方统治者也是 墳长都是军人身份 啊 都是军人身份 我们就讲啊 军权裹挟党权啊 这成了普遍现象啊 成了普遍现象啊 我们就讲啊 这个这个这个教训啊 实际上啊 嗯 台湾有个学者啊 他就提出这个叫都府革命论 什么叫都府革命论? 啊 都府革命论 那都府革命就是实际上啊 他就是认为历史上的历代 其实要看我们真 中国的历史啊 历代改朝换代的革命啊 都有一个共同的一种 一种一种一种 就是一种规律性的 什么规律性的呢? 啊 实际上就是破坏荣誉建设来 啊 破坏荣誉建设来 什么意思呢? 啊 啊 就是说啊 由啊 这个这个旧章 你把它破坏掉啊 就我们就实际上就是 救治我们后来的 辛亥革命为什么 啊 没有成功 到后来啊 这个体制啊 实际上没有继续下去 那就是问题是 它是出现了一种 救治 救治啊 啊 救治断老 啊 辛治畏裂啊 出现了一种断层啊 啊 那么台湾学者也提出来啊 啊 这个 呃 给旧章 啊 给旧章是比较容易 突破传统比较难 啊 其中就是说 跟革命啊 实际上他就是 讲啊 这个这个这个 跟这个革命的模式是有关的 因为我们中国的这种 都是叫英雄革命 啊 英雄革命 啊 就强人革命这几章啊 啊 英雄革命 它的好处是什么呢 用力少 为时短 就是武人啊 这种缓慢的社会改良 它是要经过很多的这种 啊 这种 这个这个这个 非常缓慢的变革 啊 改变才能实现 而武力统一 暴力去实现 啊 强力去摧毁 这个东西啊 用时少 啊 啊 用时少啊 啊 用力少啊 而且呢 虚实短啊 就是他讲啊 这种革命 成功来得容易 大家比较 为什么欣赏这种革命啊 那么革命者往往借动这种方式 啊 来得快 即便啊 即便啊 但是就是这种革命 它有它的缺陷 啊 有缺陷是什么呢 就在破坏的方法上 它可以迅速的推翻旧政权啊 啊 所以用力少 维持短 但是在建立新政权的时候 往往啊 啊 你就看强人出来 就走 走向弟子之位 啊 就是 因为他是强人嘛 啊 他要集中权力嘛 啊 实际上我们看到的也是这样子 天下一单打下 内部矛盾就来了 所以他后来讲了 像孙中山以前 就是从古 从古到京 其实如果朝代根基啊 啊 这个这个这个 也有这样的规定 就是说什么 啊 就是说什么呢 就是说啊 在当时就是说 有两种革命的模式啊 是什么样的模式呢 一种呢就是分举和谋 啊 就是说大家 就是还没有一个 啊 就是说 大家一起就是 你比如说农民起义 啊 农民起义以后四面猫烟啊 啊 大家都联合起来 可是这个农民起义的队伍还没还没有 还没有 没有一个领袖还没产生 大家可以去分头去革命啊 啊 分头去造反农民起义 最后把那个政权 把他给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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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救的啊 啊 皇帝朝代结束了 那么这个时候啊 啊 这个来得很快啊 大家都可以起来了啊 啊 但是结束了以后呢 下面来的 下面来的 这个很很快 下面来的 定律役的问题又出来了 谁是领袖呢 天下要有个共主 这个共主是谁呢 啊 大家最后还是凭武力解决问题 所以往往这种潮 就是历史上也是这样啊 啊 就是分局啊 啊 分局 有共 共谋啊 共谋打倒了 然后完了以后再打 这种国家都往往是有的打的 后来平定社会整合 平定各个个个个个山头的这样子化的力气 远远超过你统一的时间啊 啊 这个这是这是历史上都是这样 那也有呢 就是说 哎 当时已经产生了自己领袖了 就是说这个农民队伍已经整合了 已经是把大 就是啊 主流已经把分分支全部归入自己的麾下了 哎 这种打下的天下 他就不存在 再来谁当领袖的问题 定御一的问题就解决了 啊 实际上我们可以看到 其实后来也是 像蒋介石就是走的这个 所谓啊 啊 这个他实际上啊 啊 就是他后来二次北伐的时候 他跟共产党分手了 分手了他 他怎么再去打天下呢 原来有个故共合作啊 啊 上下的联合 还有苏联人的支持 在二次北伐的时候 蒋介石彻底抛弃了底层 啊 跟共产党分手了 他最后走上了就是啊 所谓就是走的老路 英雄革命的老路 什么老路呢 蒋介岩粉吧 四大集团精吧 四驾马车 并驾齐驱 哎 几个月 就打到了北平 啊 就打到了北京啊 统一高层了 统一高层了 完了 你这个倒是来得很快 完了下来就是 谁是领袖啊 那是 那马上就 我们就知道 打了一次打到 啊 这机场打到抗战 啊 中原大战是一场大的 啊 平定的是两个战头 啊 延峰 后来还是南北 还有对立 啊 还有桂西那边 就是 下面就是啊 我们就讲啊 这个这个 武力造国 你又引起的是 历史上 以暴易暴这样的一个路径 英雄革命的老路 啊 那么我们就讲了 历史上的英雄革命 实现的是 家天下的转移 是个家姓 换了姓了 啊 转换 国民党 现在你是 你不是换姓啊 啊 你是以党造国啊 啊 但是不管是什么吧 你只要是以暴易暴 最后的结果强者胜错 啊 就是强者胜错 结果就是强权做天下 强人做天下 啊 就是这样 那我们 像共产党就比较那个 啊 共产党最后是 也是建立了共和国 那 共产党党 党内已经有了领袖了 啊 这样的国家比较长子 长子久安 啊 国民党就一直在自己打 一直打到他的政权结束 啊 他的这个问题都没很好的解决 啊 所以他的这个政权就比较转移 历史上也是这样 啊 历史上也是这样 啊 所以我们就讲啊 这个 这个这个 啊 实际上是分局而不合谋 革命以后完了 你是统一了天下了 内乱不断 啊 啊 实际上就是 谁是天下贡主 这个地位 这个问题没解决 啊 啊 这就是独府革命论 啊 最大的独府革命那就是 辛亥革命 都是各省的 啊 掌握了 啊 实际上地方上比较有实力的反正啊 啊 地方的军政大员反正啊 啊 就是说 用一种英雄革命的手段 啊 啊 来来来改革换代啊 那孙中山原来是走的精英路线 就是走的这样的 啊 就是走的这样一个路径 但是这个路径 你看 二次革命也是 啊 几个 几个 国民党的党员的 当兜毒的 啊 反正嘛 但是后来这条路原来走不下去了 包括南北对立的时候 孙中山也是到南方 依靠的是南方军阀 罗隆廷啊 唐继尧啊 后来这 这个也不行了 所以后来孙中山是接受了教训 觉得英雄革命的靠都服这个反正 这条路走不大通了 所以有点走投无路 后来才知道 从俄国人身上 发现了可以走公共革命 就 动员底层 把底层也动员进来 啊 这个力量很大 所以他也可以 诶 以而为师 这个也很重要 主党啊 主了党以后 不调动来唤醒功能啊 而后来是 开始走 有有有 跟国共合作的时候 啊 共产党 你你你发动民众嘛 发动民众嘛 是国共 所以才会为 一个革命的拘留嘛 才所向披靡嘛 但是 412分工以后 蒋介石 就是 底层不能要了 把所有的底层的啊 都认为是共产党的力量 他自己把自己跟底层 割开了啊 啊 弃绝功能 真的是弃绝功能 所以他后来 真的这个天下 失去了功能 全全给了共产党了啊 啊 这是 要讲国民党政权 为什么是 大陆失败啊 这是他的教训 啊 这是他的教训 啊 他后来又走上了 英雄革命的路 就搞几个军事实力派 大家有实力嘛 大家一起把天下戒打下来再说 那其中而起呢 那就是军法混战 叫新军法混战 啊 这是他是走的这么一条路 啊 所以就分局而不合谋 啊 分局而不合谋 啊 最后你天下是打架来了 啊 建立了一个啊 啊 这个这个 但是啊 建立了一个党国 但是 实力派之间 为争夺党主的地位 啊 大动干戈 同一面 青天白日起子下 啊 上演的啊 实际上就是啊 这个就是 你来我去 啊 实际上就是 大家武力解决问题啊 啊 那么我们想 这个政权也因此失去了民心 啊 也失去了民心啊 啊 实际上 后来有个美国记者 啊 美国学者 啊 伊劳伊伊斯特曼 他就埋下的是毁灭的种子 这个政权 为什么这么快就结束 啊 那么另外一个呢 就是说呢 啊 北伐啊 啊 实际上 他是 就第三啊 他的一个 北伐他是 目标很明确 建立一个 一党多大的集权政体 啊 拒绝全力分享 这是这个政权的主要特征 啊 这个我们前面讲的 啊 啊 实际上 国共两党都讲求这个东西 讲求革命的属性的 两党 两家都抱定这个革命宗旨 所以我们就可以看到 有没有双赢的可能不可能 啊 这双赢是 双赢共臣不可能 啊 当时大公报有篇文章就是这样 共党利用国民党的党势 利用孙中山的人望 国民党呢 他也有他的需要 他需要借荣共得到所有的国际支持 啊 我们在讲什么 国民党搞的是阳谋 共产党搞的是阴谋 那就是当时啊 是当时的革命 当时的历史条件下 啊 那么 共产党是先寄生 为什么说阴谋呢 先寄生在国民党的躯壳里头 再颠覆嘛 啊 这是服从共产革命的一种需要 啊 那国民党呢 啊 实际上 你就是 你是阳谋 我就是利用你 啊 就是利用你 你不信我 你不服从我 武力向向啊 啊 那么这样的一个结果是什么呢 国民党你 既然是以而为师 你是占不了优势的 那最后就是借助武力解决问题 啊 就是借助武力解决问题 啊 先发自人啊 啊 所以国民党 啊 蒋介石对这一点说得很清楚 啊 国共子监只能拼武力不能拼党类 不能拼党类 就是讲的这个问题 我们两家 最后是武力解决 拼党类他也拼不过 既然是以而为师 啊 所以这个 战不了优势的国民党最后就是 啊 实际上就是 我们讲 国共两家的分手就是拼武力的结果嘛 啊 拼武力的结果嘛 啊 啊 那么我们就讲啊这个 所以这种革命的话呢 呃 说实在的 啊 对国民党来讲 他的伤害也是很大 啊 研究就是我们前面也讲的 那个王岐生教授 啊 他检讨国民党的这个 国民革命 啊 检讨这个 这个这个这个 他就说国民党是个弱势绝权 绝权党 啊 弱势绝权党 他是绝权党 可是他的力量不够 啊 那么他也讲到一个 非常重要的一个观点 就是说 国民党的412是一种自残行为 啊 他本来就不够 还自己 还把自己削弱了 因为他 实际上 因为412以后 啊 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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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 实际上就是 专门把 国民党内 顺法有为的 有朝气的 呃 国民党员 都当共产党给 或者当左派给清掉了 结果留下的昏庸老朽 满脑子做官发财 来的那种 哎 他成了党国精英了 所以国民党后来就 你说就一切不正 蒋介石一直想改造国民党 他改造不起来 啊 就是改造不起来 啊 所以就是讲 王岐生教授对这一点 他说的一个很形象的 国民党专门就是给你淘汰 啊 他把好的给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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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做共产党的 嫌疑啊 排斥在外了 啊 啊 有热情的党员因为共党嫌疑遭到清洗啊 啊 那些借党为师借党为师 那腐化分子土豪的生 哎 他到因为反共他很积极 留在党内 啊 那结果你这个党就是腐败的快 蒋介石也想清理腐败的 清理不了了 啊 清理不了了 啊 所以这个是长期困扰国民党政权的问题 蒋介石一直想解决这个问题 不是不想解决 他甚至都想把国民党去的散了 改成 后来叫三清团嘛 最初的时候 甚至有与传代党的想法 他也在搞这个 啊 那后来又党团之间又搅和起来了 所以他没法治理这个问题 啊 没法治理这个问题 啊 实际上也是 国民党本身在施压的时候 一开始就埋下这种内伤了 啊 所以我就讲啊 啊 这三点比较这个什么意思呢 啊 就是说北伐革命 我们今天来看北伐革命 干这段革命啊 所以我们就讲啊 呃 确实北伐革命是一场 确实建立党国 也不是说没有道理 有道 有它的道理 因为你北洋十几年 搞了半 给了你十几年时间 你也没搞出来 而且是确实看不到希望 啊 就是专面有个制造革命的一个 一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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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侵害的时候是满清 北伐的时候就是北洋政府啊 就是那个建政 五人当政啊 乱政啊 啊 当然我们现在要客观来讲啊 北洋时期实际上 还是出现了很多新的社会因素的 啊 也是可以去重新去看 但是当时革命的 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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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高涨 也是一个客观的啊 也是有它的合理性啊 你不说为什么要革命 可是不是可以不要革 告别革命就行 这不是你想的 啊 革命要发生的时候 你去说它不要 但是你现在讲没有什么意义 可是你可以反过来想 这场革命为什么发生 能不能避免 如果不能避免的话 那就是说建立社会制度 你要知道它缺什么 你得补上它啊 啊这是这个比较啊 也是历史留下来的啊 一个一个经验教训啊 但是我们就前面讲了 但是我们现在来反观这场革命的时候 你看90年了 已经一个世纪了啊 啊 我们讲这场革命对当下的 包括一直延续它的影响力 一直延续到当下啊 啊 我们讲这个呃 前面这个北伐啊 国民革命选择了北伐啊 啊 用武力再造民国啊 啊 实际上 就是我们存在的这些问题 就包括国民党政权啊 他实际上 也就是后来的这种失败 跟他早先的选择 这种武力啊 制度变革 全力转移 用武力来解决 这个路径选择是 是是是是是相关的啊 是相关的 辛亥跟北伐 啊 同样都是为了 我们讲 推翻旧的政情 建立新秩序的革命啊 啊 两场革命的发生 有非常相同的背景啊 啊 都是 面临很大的内忧外患 社会动荡 有变革的需要啊 啊 但是我们也讲 辛亥革命也好 北伐革命也好 能有可理的革命啊 对有可理的革命啊 啊 但是我们可以看到 哦 北伐的革命是 的 马伐的革命 革命也是大厂革命 啊 我们可以说 辛亥的革命没有 改变增幅 我们可以对这个 改造一带啊 啊 但是斯坎革命啊 啊 他的革命 历经百年之后啊 啊 仍然不见习光 刚才还在讲的 这是我们正面第一次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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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北伐革命 啊 现在我们也在 也在 也来反思这场 实际上 也有现实的观 就是这样 革命为什么会发生 啊 为什么会发生 啊 我们其实对北伐革命 我们也是讲 啊 它也有正当性 有合理性 啊 也是一个社会变革的手段 也是啊 啊 当时采取这个手段啊 啊 这个这个这个 当然我们现在要是 我 我啊 我我我来讲 我要是 反啊 对这场革命进行 检视的话 他的一种理念啊 包括这种都党革命的理念啊 以暴依暴的一种理念 就是武力统一的理念啊 那么这个 这个这个 啊 不一定完全认同 但是我可以认同它的合理性 啊 有它的正当性 啊 有它的正当性啊 啊 那么可能有人会说 如果没有这趟革命的话啊 啊 沿着心态一路走来啊 啊 恐怕啊 我们就讲 现在走不出这种怪圈啊 啊 啊 这个这个共和了一百年 还还实际上 这个问题还是没有解决 啊 那么跟 我们就讲啊 哎 当世纪也是一个教训 无穷无尽的革命 一波就一波的革命啊 啊 从心态到北伐到共产革命 一直到最后啊 一个无产阶级文化大革 啊 就延续了一个世纪的革命啊 啊 但是我们讲 我们确实也无权去指质 也没有 就是说你这个革命的手段啊 啊 它手段它自然是有它的合理性啊 啊 也能够理解在当时那种内忧外患的情势下啊 啊 在这样的一种啊 就是一种一种紧迫情势 情势下 为什么人家选 当时国民党啊 啊 共产党都是动员型的党 有号召力的党 哎 它是有社会基础的 啊 有社会基础的啊 一种基础的一种焦虑 一种受动 一种社会上啊 啊 所以才让革命者真的为了富国强壁 为了国家富强起来 可以义无反顾的 包括牺牲自己的生命 去求得一个光明的前途 而就是进行投身革命的努力啊 啊 但是我们就讲啊 嗯 我们可以这种日程啊 啊 现身革命 它有一种 也确实一种情操啊 啊 一种诉求啊 但是话说回来 我们也可以冷静的反思 制造革命啊 啊 给我们当下的中国 后来社会的发展 它的利弊得失 我们倒是可以比较冷静的去 做一点思考 也有理由 有条件来 审视这段历史 特别是我们讲 这个90年了 啊 这个这个 呃 也是我们讲 能够从历史的检释当中 得到有益的启示 啊 我想我今天就讲这个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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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